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下我们要看的是化石的燃料 我们叫Fossil的Fuel 它燃烧的时候 事实上燃烧的温度是很关键 燃烧的温度过高 它的热效率其实不好 燃烧的温度过高 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吸土的材料 在化石燃料的燃烧里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 它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燃烧化石燃料的时候 包括像石油 像煤 或天然气这些 往往燃烧的温度会很高 高到1500到2000度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温度 这么高的温度其实是不好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会把空气里面的氧跟氮 空气里面的氮当然占得非常非常高的比例 氧至少有20%的比例 这样子的话它因为在这么高温 所以氧跟氮氧它会形成氮氧氧氧 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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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排除這些大氣的汙染 所以它主要的原理是這個樣子 那它就有兩個最基本的requirement 第一個就是我們使用催化劑 這個催化劑可以降低它燃燒的溫度 那換句話說它會具有良好的低溫的活性 這個催化劑降低溫度它還需要有高溫的熱穩定性 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 那這樣的催化劑就可以防住我們降低化石燃料燃燒的時候的溫度 這個催化劑有貴金屬的催化劑 剛剛講的像鉤、白金、Rodium這些 價格非常非常的貴 另外有一類就是非貴金屬的催化劑 那文獻上我們看到很多的研究是稀土 或者是鹼土它所取代的鈣態礦的氧化物 換句話說你稀土 在蓋礦礦裡面這個relius 然後你有一個金屬 然後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material它基本上可以當作催化劑 催化劑的效果主要是在降低燃燒的溫度 維持低溫燃燒的活性 所以你要燃燒這些化石的燃料 不需要在這麼高溫 不在這麼高溫的話就可以避免這些氣體的產生 最常見的就是Propskite 另外有一類的是稀土的Hexaluminate 這些都是有稀土的 這樣的東西扮演催化劑的角色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這些稀土材料 在降低這些化石燃燒的溫度很重要 它主要是Co-catalyst 它是Stabilizer 是穩定劑 它是Dispenser 就是可以把它很均勻地分散 所以它扮演這些主要的角色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功能呢 比如說CO2 它可以把氧釋放出來 把氧吸收進去 這是第一個 Hydrogen storage 讓這些氧化氏它有這樣的特性 第二個這些稀土的氧化物 它會影響金屬的活性 包括金屬的分散跟它的結構 那第三個就是稀土的這些氧化物 一般熔點非常非常高 所以可以提高這個催化劑它耐熱的特性 那這種當然看起來它是可以大規模使用的一個技術 包括這些稀土的材料 最簡單的就是我們用貴金屬 貴金屬它價格貴 成本非常高 所以基本上它稀土的材料在這個化石燃料的燃燒裡面 特別是降低燃燒的溫度 它其實可以扮演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這些都是我們剛剛介紹過Propsky跟Hexaluminate 還有稀土的這些材料 好 這邊事實上是一些實際上的數字 那如果我們利用稀土退化劑的話 基本上降低燃燒的溫度 所以它可以提升燃燒的效率 減少這個Nitrogen Oxide的形成 這是主要的這個原因 為什麼要使用這些催化劑 那熱效率的提高呢 其實也很重要 燃燒效率也可以提升到非常非常高 它可以達到節能的效果 除了環保之外呢 它還可以達到節能的這個效果 這個領域在中國大陸研究的比較多 在一些文獻上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相關的這個研究 這些都是跟能源跟化石燃料的 這個使用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有機合成反應的催化劑 就是拿稀土的氧化物 在有機合成反應裡面呢 扮演催化劑的角色 這個跟fine chemical在精細的化工的產業 製藥的產業 它有非常重要的這個應用 這個製藥的產業 其實製藥產業是非常非常龐大的產業 它需要有原料 它需要很多的中間體 尤其製藥的產業呢 它需要fine organic reaction 有機的反應 非常非常細緻的 有機的反應 往往往一個藥的合成或一個藥的自備 需要幾十個步驟 每一個步驟呢它都有不同的要求 甚至有些步驟呢它的產率呢還會影響到最終你得到了這些藥物它的產率 所以吸土的氧化物在這裡面呢其實就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可以看得到它是有機的反應 尤其在製藥的產業裡面 牽涉到有些fine chemical的reaction 尤其是fine organic chemistry的reaction 這個例子 我們看到的是CO2 氧化氏 那這個氧化氏呢可以用來canalize 這七個不同的反應 這是在一篇review的paper裡面 這個氧化氏的結構 氧化氏的結構呢它是fluoride的結構 CO2 它是我們叫fluoride structure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上面呢 這個圖是CO2的結構 黃色的代表釋架的C1 藍色的代表oxide 氧的這個離子 這個氧化氏它能扮演催化的 這個角色呢 就是alcohol的dehydration 純類的去水反應 al aromatic compound的alculation 要把一個方向族的 比如說環 你要把它晚激化 你要做alculation keto formation alderization redox 氧化氓源的反應 不飽化合物的氢化 就是你可能有double bond triple bond 你要做hydrogenation coupling reaction 或者是rein opening的reaction 就是它是一個環 你要開環的反應 所以CO2呢 曾經被用在這些不同的有機反應 當作催化劑 所以不只是我們以前前面介紹過的這些industry 這些產業上面的應用 在化學實驗室裡面 在有機實驗室裡面呢 這個東西曾經被拿來 做這些有機反應的這個催化 來使用 所以它是redox跟s-base reaction 它是可以扮演氧化還原的催化劑 它同時也在酸碱的反應裡面呢 扮演很重要的催化的作用 這CO2啊 很特別的另外一個反應 它是牽涉到形狀 就是CO2呢 nenoparticle 那我們把它做成不同的形狀 那做成不同的形狀呢 那當作一個rairst catalyst 那什麼叫不同的形狀呢 它有cubes 它有這個wires 就是一根一根的 另外呢 棒狀的 另外像這個actahedron 它有八面體 它有立方 它有wire 它有八面體 那這些東西呢 主要它是拿來做這個 acetyl-dehyde的 乙圈的 這個所謂structure dependent reactivity 這個把乙圈呢 裂解 那利用不同形狀的CO2的nenoparticle 來當作催化劑 那它會使用一個叫temperature program的 desolption 還有temperature program的surface reaction 那in-situ的IR spectroscopy 那它就可以去決定 就是經過這個催化的反應 所產生的這個產物 所以基本上呢 不同形狀的CO2的nenoparticle 那它會呈現不同的表面的酸鹼度 它在這個化學反應裡面 扮演催化劑的角色 那它會有不同的缺陷的密度 CO2的nenoparticle 表面原子的配位數 還有奈米形態的這個不同的morphology 因為這些因素呢 它就會影響它所催化的這個反應 那這個是 在200度C的時候 它經過thermal decalmation之後呢 所產生的這個產物 那這個產物啊 我們如果用不同的催化劑 不同形狀的CO2呢 nenoparticle當作催化劑呢 那再加以分析這些產物 我們可以得到 其實不同的產物的分布 比如說乳醇是在這一類的 Cubes跟Wires 在Octahedron 乳醇的量就很少 就會變得很少 那其他的這些產物啊 像Methane 像甲烷 在這個catalyst 還有在這個 這個catalyst裡面相對比較少 在這個催化劑呢 如果用的是CO2的Octahedron 那這個東西 甲烷的量呢 就是說從雨泉裡面分解出來 這個200度C得到甲烷的量呢 就會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個三個不同的CO2的nanoparticle呢 它其實是有不同的 selectivity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呢 我們剛剛講過 那主要的是 這些nanoparticle的酸鹼度 尤其在surface 表面的缺陷密度不一樣 原子的排列不一樣 那還有這些奈米的crystal呢 它的mophagy不一樣 所以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舉這個例子 主要的目的 是說你拿CO2 這個非常popular的氧化氏 當作一個催化劑 這個催化劑呢 影響這些 其實是叫做乙醛的 thermopyrusus 這個叫乙醛的 thermopyrusus 我們把這個乙醛的分子 把它在200度C的時候 做熱烈解 熱烈解反映呢 你在不同的CO2的催化劑 催化之下 你會得到不同的這些產物 主要的產物呢 當然是像這個ethanol 像這個chroton aldehyde 還有這個methane 這些不同的產物 比較mine的就像CO2 CO、acetone 這些其他的這個產物 這個是這篇paper裡面呢 它用這個thermal analysis 我們叫temperature program的surface reaction method 去分析不同的形狀的 奈米的CO2的particle 催化出來得到了一個不同的產物呢 它的量 它的產率 另外這個例子 基本上它是做這個藥物的合成 那它使用的一個催化劑呢 我們叫做稀土 三浮甲基的黃酸鹽 這個稀土的黃酸鹽 長得這個樣子 這是三浮甲基 Trifluoromethylsulfonate 這個黃酸鹽 然後跟稀土呢 它形成了一個這個complex 這是複一架的 三架的稀土 所以它要有三個配位機 利用這個東西呢 來這個催化 來催化這三個molecule的合成 把它合成 這個反應呢 我們叫做manage reaction 利用這個 學友界的同學都知道 你要把這三個東西 couple在一起 變成一個這樣的分子 非常困難 其實非常困難的 在文獻裡面呢 報導這樣子的一個稀土的complex 當作催化劑 它可以catalyze 這個叫做manage template的reaction 形成這樣的一個分子 形成這樣的一個分子 像這樣子的例子 其實我們可以在文獻上面 找到相當相當多 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這個稀土我們可以用的就是dysprosium 這個稀土離子 這邊包括它的產率 反應物的量 這些呢 我們都可以從這篇paper裡面呢 看得出來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這個反應 它所使用的是不同的稀土離子 你可以得到不同的產率 用氯化物的退化劑呢 你可以得到不同的這些反應的 這個產率 這是美國圖利 我們來看完的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